2021年中国航天白皮书深化载人登月方案论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要载人登月 载人登月的困难在哪 为什么时隔60年中国依然没有成功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月28号发布的 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 未来5年中国将深化载人登月方案论证 组织开展关键技术公关 研制新一代载人飞船 故事载人探索开发地月空间基础 2020年有一件大事 大家应该都还有些印象 那就是中国发射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 在月球上成功软着陆 并取回了月球表面的土壤 这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也成功地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四个第一次 第一次探测器从月球表面起飞 第一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 第一次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汇对机 第一次携带月球土壤亮品以逃逸速度返回地球 这其中的每一项成就对中国载人登月项目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早在上世纪 中国便开始筹划载人登月计划 当时的中国载人登月工程规划是在2014年左右 在升空探测领域将把十几吨的航天器送到地球轨道 在2020年前建成自己的空间站 在探月方面2020年前将实现回地的任务 即飞行器不但在月球落下来 还取了一些东西带回地球 并计划在2030年前后实现航天员登月 可以说这些与登月相关的计划都在被中国一一实现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载人登月项目的决心 2011年绕月探测工程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中科院院士叶培建在南京演讲时也讲过 中国载人登月工程计划可能在2025年前后实现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执着于载人登月呢 月球上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存在 在叶培建演讲完的采访中 一位记者也询问了同样的问题 美国人凭借阿波罗计划率先登上月球 时隔半个多世纪 为什么中国还一定要登月呢 叶培建院士表示 在联合国月球公约曾有这么一句话 月球是全人类的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但这后面还有一句话 谁开发谁利用 我一直坚信 如果中国今天不去月球 将来想去都去不了 所以在能去的时候一定要去 所以中国一定要去 确实依照美国的尿性 等美国先开发月球了 月球到底是全人类的 还是美国的就不好说了 目前的新兴国家中 都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航天领域 与美国掰掰手腕 所以中国必须站出来 另外一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着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 也正是这一探索欲不断地推动着 人类从石器时代走向农业时代 再进入工业时代 到如今的信息时代 人类也很早地便意识到 宇宙中或许不止存在一个像地球一样 有生命居住的星球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不断发展 人类开始不满足于在地球的框架内 进行国家之间的交流 人类选择相信地球以外 一定还有其他存在生命的星球 开始寻求在宇宙框架内 取得星际之间的交流 这是其一 其二 地球的寿命已经过去了46亿年之久 地球也面临着人口激增 环境恶化 战争频繁 能源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人类未来的方向在哪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宇宙 宇宙对于人类来说太神秘了 人类迫切地希望能够探索宇宙的全部 而探索月球 就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现实意义上的第一步 综合这三点来看 中国需要立下载人登月的目标 然后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前进直到实现 那么实现载人登月到底有多难 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载人登月过 如今又提出要再次登月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也就是美国系列载人登月飞行任务 这一计划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被提出 但美国当时还没有掌握交汇对接的技术 直到阿波罗号真的登月 采用的还是手动对接 而且手动对接过程非常惊心动魄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美国能提前五六十年实现载人登月 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969年 在全球人民的关注下 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 成为了第一个他城月球的人类 这个时间美国与苏联正在进行冷战 搞军备竞赛 所以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为了探索月球或者开发月球资源 主要还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大国竞争 美国首先登陆月球 在美苏的冷战中是一项压倒性的胜利 极端点来说 美国根本不在乎这次的登月 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美国在乎的是在登月这件事上领先苏联 只要领先苏联 登月就是有意义的 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 这加深了美国对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恐惧 必须想办法在太空领域夺回优势 这样我们就能很好理解 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宣布的 阿尔推米斯计划 也就是再次载人登月计划 这个时间段 与美国首次载人登月的时间段非常相似 都是公布在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阶段里 这个阶段就是美国认为 遇到新兴大国的崛起并遭遇挑战的阶段 第一次是苏联 第二次是中国 这也能很好地看出 中国航天领域的迅速发展已经让美国感到不安 所以美国在特朗普时期才会一直强调着 美国再次登月 使美国再次伟大之类的言语 因为美国认为自身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中国的挑衅 并且不断存在动摇的可能 当美国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时 美国也就不再伟大了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登月成功后 如今又再次提出重返月球的根本原因 说完这些后 我们来谈载人登月到底有多困难 中国何时才能够实现载人登月 登月方案目前来说有三种 第一种是直接起飞 一个巨大的火箭直接带着飞船飞到月球 抵达月球后再次起飞回来 第二种是地球轨道集合 经过多次火箭发射 在月地转移轨道附近集合并组建完毕 飞往月球降落再回来 第三种月球轨道集合 一个飞船整体飞到月球轨道 一部分降落到月球 另一部分留在轨道 降落的那部分再返回组合后返回地球 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 第一种就是最方便的 没错 方案的优先级就是第一第三第二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案 也就是在地球轨道集合 然后把整体拼接完再飞往月球 为什么不用方案一 因为美国最先进的火箭也无法满足方案一 方案三要满足一个要求 火箭至少有能力将登月舱送到地月轨道上完成拼接 而阿波罗的登月舱足足有15.3吨 这是什么概念 中国目前最强大的长征五号火箭的地月轨道运力 仅有8.2吨 这与15.3吨差的不是一点点 所以目前中国载人登月最大的障碍就是火箭的动力问题 能否研制出支持第二方案的运载火箭成为了关键 但根据2021中国航天白皮书 中国在载人飞船的技术研究上已经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这对中国载人登月项目具有重大的意义 相信中国能够按照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载人登月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